像什麼華 華爾街 金融一個 另外一個六本木 金融中心 但是信義計畫區不是已經在做這個部分了嗎 那我發現現在很多的辦公 就是辦公用的大樓啊 其實很多是空屋率很高 我去在南京東路以前就是很剩 那時候商業銀行蠻多的 然後我發現現在的空屋率其實蠻高的 那如果真的造了那麼多的辦公大樓 它是否真的有 就是政府的政策可以真的達到它的效率嗎 這我覺得會不會動作有就是 閒置在那裡 因為沒有一整套的配套縮施 對啊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華光社區就是 現在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因為財政市集嘛 所以它不得不做這樣的動作 但是它似乎 就是沒有在於 現在人都很在 就是很多的弱勢 公平正義 現在這個題目被大家都拿來做解釋嘛 所以因為政府的作用就是在於 公民的 就是所有的人民的權益嘛 但是目前的政府似乎並沒有考量到 就是公平正義這個部分 它似乎只把 可能也急著跳腳 因為財政因為在負債當中 所以就變得好像狗急跳牆一樣 就是完全沒有頭編的 好像必須在短時間做出一個事情 正經 但是似乎並沒有考量到民眾的權益 這個大概我稍微簡單說一點 我知道了喔 比如說 其實不只它要做辦公 最早 這塊地最早是要做華爾街 就是所謂金融中心 那在大陸這個三通之後 又說這個地方要蓋 因為那時候台北市 看起來最缺的是旅館 因為大量大陸人來 會造成旅館的短缺 所以那時候又有旅館就放進去 可是很大的問題就是怎麼樣 交通的負擔 因為你看一個大陸的一個團來 對不對 它可能延伸就要非常多的遊覽車 那中生紀念堂這個地方本來就已經很亂了 大家來看有時候大陸團來 中生紀念堂就停後面 就停這邊嘛 我們現在在這個教室的前面 那已經過亂了 你看那個新一計畫區也是一樣 如果大陸團來 那公務國小旁邊簡直就塞在那裡 所以那時候他們覺得交通 大概會對這裡造成一些影響 那到最近你看喔 台北市一共VOT大概有十個案 還有中央 每個人提出來都是計畫都是什麼 購物中心 Shopping Mall 可是你看台北市 像你剛剛提到 辦公大樓在講 可是那個Shopping Mall 有這麼大的需求嗎 再增加十個耶 對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以前 最早台北市的Shopping Mall是哪裡 還記得嗎 是 蛤 對 最早一個 金華城 今天變什麼 啊 金華城現在變什麼 金華城已經 就不適應Shopping Mall了 變成小孩子 變成青少年 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金華城 亂不下去 那什麼時候開始 那個走不下去 為什麼他走不下去 蛤 沒有啦 什麼 好像是從101開始吧 101 101 101設專櫃 1樓設專櫃以後 因為這一專櫃誰要去金華城 如果101我幹嘛跑到金華城 對不對 這意思是什麼 可以進到Shopping Mall的商店有限 所以這個是一個產業計畫 你知道這個意思 所以假設你台北市在增加十個Mall 那到底 哪些精品店要租進去 對不對 而且當初一領兒他在 出租的時候啊 他是降價 對 因為他開始沒有要租 他先吃了很久 對 所以你看喔 這個就是 是一個產業 所以好 你看喔 現在政府 標出去十幾個BOT 都要做這件事 那你想 有沒有可能成功 那不成功的話 誰要來承受 這些不成功的問題 當然全民啊 就全民買單啊 他說他BOT啊 他沒出錢啊 不是 那這個BOT 就是如果銀行就掉在那裡嘛 那最後誰來 銀行的待帳還是要打掉嘛 還是用全民的 經濟來做這些 因為政府不可能讓銀行倒掉啊 對不對 所以最後還是回來 那這個 你剛講的那個問題就來了 結果他剛講的那個關鍵嘛 對不對 陳友豪 就是台灣的房地產 台灣的房地產不用成本啦 對不對 因為我只要賣樣品屋 然後找到一些人頭 用這些人去起造 然後去貸款來蓋房子 我不用成本 那也是一樣啊 像遠雄為什麼要做巨蛋 他其實不是要巨蛋 他是要旁邊蓋那些 豪宅 那接著是怎麼樣 因為他巨蛋拿到之後 可以用巨蛋去貸款 他可以度過 有沒有他前幾年在整個 後來他們那一段時間 剛好是買了很多巴德 還有中山北路的土地 遠雄一天的 要賣一億的房地產才可以 在那幾年 兩三年前 可是他拿到巨蛋 就可以去借錢 這個就是槓槓 對不對 那這裡面我會覺得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說 回來我們剛剛有講情跟法 對不對 像華光這個事情 我們都掉路在談情跟法 可是我們這個社會最缺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理 因為政府沒有把道理講清楚 這個都可以分析啊 我對學建築跟都可以 一直覺得我們這個社會不是不講情 也不是不講法 而是怎麼樣 那個理都亂掉了 關鍵在那個理 可是我們常常比較報紙上的爭議 就是講法 對不對 那我們又會覺得像各位去參觀法官 會覺得好像 對不對 弱勢者說到很大的 那裡面當然有一些既得利益 那個當然有 我想這個大概都是有 只是說 剛才各位講到政府的執法 好像沒有細緻 所以他有時候讓他 站得住腳的法 就有一點鬆鬆 因為我們社會人士 一般人還是在意法 可是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其實我們這個社會是最缺的事情 因為政府都沒有把道理講清楚 那政府是不是知道我剛剛講的那個 Shopping Mall 這個問題 當然知道啦 這台灣都發生了 我再舉一個例子 喔 有沒有住桃園 桃園最早一個Shopping Mall叫什麼名字 台茂 台茂 對不對 那台茂什麼時候倒下去 大江蓋起來的時候 也是一樣嘛 加了五只能 B&Q只能在那個區域選一家開 不可能開兩家 所以全部都跑到大江去啊 所以那時候台茂就 就變成賣便宜貨的地方 那最近 他又找到新的可能性 他也經過了十年 那所以在十年中 那個台茂是產稀稀的 那這個其實他就造成整個社會的資源的浪費 你蓋一個這麼大的墨 他要花多少的資源去營運 你剛剛開冷氣就好 對不對 一個那麼大個那個冷氣要開多少 可是就達不到那個效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法的問題都沒有提 對面對 對面對 好 那 還有沒有 大家再講 等一下 就大家提了這個 我們來看看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 比較簡單 大家可以懂的方式來 了解 類似像未來如果發生這種事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看 還有沒有 嗯 老師 剛剛這位同學說那個 我說那個台灣的 台灣的財政政府財政困難 但是 你知不知道我們那個 信義捷運東延縣 用一百二十幾億來蓋1.5公里的這個捷運 那他造成的好處是什麼 只是這裡才多大 都是靠三邊耶 有多少人在那裡啊 加起來沒多少人他要用一百二十五億 那你說我們台灣真的財政很難嗎 怎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他們有錢得很耶 而且你 一百二十幾億喔 二十一就去 南延縣 什麼 西立延伸縣 東延縣 就是從 向山站到廣直耶 對啊對啊那個是誇張的一個 我在那寫了三百篇報道 不誇張 我寫了三百篇 從2009年 開始到現在 從我第一篇上公事的報道 那個高牆底下的春天 高牆內的春天 信義 信義綠鑽森林公園 我寫的第一篇到現在 三百篇 我在那大聲疾呼 全台灣人來看看這個合不合理 台中說一條 一條那個捷運都沒有 可是我們可以為了1.5公里 1.5公里 兩個站 一百二十幾億 預算喔 而且那裡是 活動斷層耶 活動斷層 可是政府可以經過六次環評以後說 不是活動斷層 理由是921的時候 這裡沒有受到影響 921只有一個數據喔 可是你想想看 我們說活動斷層 絕對不是一個數據堆積層的 我是這樣想 因為我不是地震人員 但是我想不可能吧 你要你要說這個地方是活動斷層 一定有很多數據嘛 你怎麼有最近的一個數據 你就說他就推翻了前面所有累積的數據 我已經奮鬥了三年 但是現在政府還是裁定要改 你說我們台灣真的財政困難嗎 看不到耶 有嗎 這個太多了 這太多了 我不知道太多 我知道我們家旁邊是這樣 你不能拿個案的不當 就是說這個財政就沒困難 我的意思是說政府不覺得 我的意思是說政府不覺得他財政困難 如果政府真的覺得他財政困難 怎麼會這樣呢 政府的財政齁 跟大家思考的不一樣 OK 所以我今天 今天這個拿一張票 對不對 這個我要工作啊 我要工作才可以賺到錢 可是政府想財政不是啊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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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質 要用硬的啊 硬的要不要成分 不用嘛 他只要 我們現在把財政說之提高 我們就可以 那個什麼指數我也不懂 就可以多硬 中外人可以多硬嘛 就像最近美國都在做這件事啊 反正他一美超嘛 對不對 一美超就可以讓他 國家就可以開始在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對不對 那我們不一樣 我們每個人 你的思考是因為我們每個人 都是要努力工作才會 賺到超廟 他在這裡 所以這個你看到時候政府 就會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比如像金融通報 對不對 那就是衍生性商品 對不對 你借一個錢 還可以再去借 就二胎嗎 他永遠界定在一個很虛幻的 那這個如果被抽破的話 那就 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最近有一些理論在講就是說 前一陣子我們都會講 全球話 對不對 都覺得好像你跟不上去